哈囉,大家好,我是明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前陣子去日本旅遊買回來的超級多戰利品 而且不只是彩妝喔 我還有衣服啊,帽子啊 一些生活的小雜物都想跟大家分享 好,那如果對今天影片有興趣了 我們就趕快來開始吧 今天特別做了一個稍微濕髮 濕瀏海的造型 看起來有日系嘛 然後頭髮也變了一個像這樣子的感覺 那首先我們就先從藥妝開始好了 這個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 第一個呢,是我覺得很神奇 不知道為什麼每一個 韓國輕盤洞化妝師老師都會 人手一個的 三立歐髮夾 而且我看很多韓國Youtuber去日本旅遊 也一定一定會買這個髮夾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個髮夾到底是有 什麼魔力大家都要買 所以我也買了一個 然後今天介紹的彩妝 我都會跟大家講是在哪裡購入的 因為我在做功課的時候就有存了很多我想要買的東西嘛 我想說日本應該會有一個像是Olivian的地方 或是說隨便一個藥妝點 應該就可以買到全部我想要的品牌吧 結果沒有,我們跑了很多不同的藥妝店才買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都會跟大家說在哪裡購買的 這個呢,我是在唐吉科德買的 然後唐吉科德會有一整區的三立歐專區 那邊就有各式各樣的玩偶啊,周邊啊 然後這個髮夾就是我在那邊買到的 它有好多,它有Hello Kitty,有大耳狗,有酷酪米 那我就選了一個我覺得比較可愛又酷酷的酷酪米 再來呢,是這個Roman跟日本的超商Lawson聯名推出的一整個系列 這個系列我全部都買回去了 它這個系列我覺得主打的應該是一個方便好攜帶 然後小巧,價錢又低 它每個東西size都好小喔 然後我在結帳的時候也有被價錢嚇到 就是我這樣整套買下來大概才合台幣2000多塊,就是非常便宜 然後這個啊,是你隨便走進日本的哪一間Lawson,它都會有賣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相對非常好找的 我今天呢,也要把它用在我的臉上,我用在我的右臉 那其實除了這個氣墊之外呢,我還買了另外一個也是Roman的氣墊 這個的包裝啊,就比較像是Roman他們家正統的氣墊包裝 我真的不得不說,日本的開架彩妝真的包裝要加油 那這兩個氣墊呢,它都是主打比較霧面的妝感 這個大顆的氣墊我是用在左臉,然後小的我是用在右臉 我自己覺得最明顯的感受就是色號上的不同 這個Roman它自己出的日本限定的氣墊啊 21N是蠻黃,然後蠻暗的顏色 我是有曬黑了一點,所以我用這個顏色覺得還OK 然後這個我前幾天有用了,我覺得如果你是乾肌的人 妝前的保濕一定要做好 它不是真的非常乾的氣墊 就你們看我現在臉上還是有一點光澤 可是呢,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如果我的臉可能保濕做不足的話 它會有一點點浮粉厚粉的感覺 再加上它可能是比較主打遮瑕度的嘛 因為它是Color Fit遮瑕度比較高的關係 它的粉體的厚重感就比較強烈一點 那我今天把保濕做足了 其實我覺得上臉的妝效就還OK 可是就沒有到非常非常好用 只是我覺得這個包裝殼真的超級可愛 然後又是日本限定的就很想要買回家 反倒是這個小的我覺得稍微好用一點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顏色比較帶粉掉 所以跟我的膚色比較合 再來就是它的遮瑕度雖然沒有像這個這麼高 可是我覺得它上臉的感覺是服貼然後也是輕薄的 這兩個氣墊如果大家要買的話 可能為了包裝我會買這個 可是如果為了妝感的話 我比較推薦大家買這個 就是小的氣墊這樣帶出去旅行什麼 補妝都很方便 再來呢,是我買了一支XL的眉筆 黑茶色 感覺還蠻適合黑髮的 所以我就也買了 它的顏色真的就是還蠻自然的 它不是灰色 是有一點那種灰茶色 但是呢又帶有一點裸調 就是顏色還蠻好看蠻高級的 所以就買了一支 它也是比較偏粉感的眉筆 所以畫出來的眉毛 就是會這樣子霧霧的很好看 那我今天也都是用它裡面的這個眉粉來打底 那另外呢,我還買了XL的染眉膏 這個顏色我找了好久 最後我是在... 好像是松本清 應該是在松本清找到了 這個色號是CO07 它是很好看的那種 灰米棕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非常的少見 然後XL的這一款染眉膏啊 它的顯色度也很好 像我今天隨便一刷 我覺得那個染眉的效果就超級好的 它的顯色度有屁眉 KISS ME 真的是可以買的染眉膏 然後這個顏色 如果你也是喜歡這種 米灰棕色比較柔和的顏色可以買 CO07 顏色非常的漂亮 那我還買了另外兩個有顏色的染眉膏 這個是 One Day Tattoo的 然後呢,這一樣是我在松本清買的 如果大家只有時間去一間藥妝店的話 我會最推薦的松本清 因為我覺得松本清的品牌跟品項是最齊全的 日本不就很愛出那種什麼 彩色的染眉膏啊 眉粉啊 睫毛膏啊 眼線筆 然後我看到這兩個 我覺得顏色很可愛 然後也很特別 我就買了 那我買的這兩個顏色分別是 05號Fake Brown 跟07號Sunny Pink 一個就是無花果棕 然後一個是粉色 它的刷頭啊 超級超級細的 然後我也沒有用上眉毛果 所以我不太訓練它的顯色度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顏色很可愛 然後這個感覺是我染那種 稍微偏暖一點的頭髮的時候可以用 這個是我染粉髮的時候可以用 就感覺這兩個顏色 雖然是彩色的染眉膏 可是呢 好像日常的時候也可以用 不太需要 真的要染到很特殊的髮色 再來呢 是Clio也在日本推出了限定的色號 那這兩個呢 我好像在松本清跟唐吉克的都有看到 其實我朋友那時候看到我拿這麼多 就是Roman啊 Clio他們還罵我說 你來這邊然後買那麼多韓系彩妝是什麼意思 但我就跟他們說 不不不 你誤會了 這些韓系彩妝他們入住日本的時候 都會推出一些日本限定的色號 是那種我覺得就連代購都很難買到的顏色 就是覺得來日本一定要搜刮那些限定的色號 那其實Clio這個日本的限定色有出了三個顏色 但是我就只買了兩個 我覺得我比較可能會用到的 分別是上面的這個是一號色 然後這個是二號色 其實就是他們的實色眼影盤 然後推出了日本限定的顏色 就我覺得如果你心中還是有跟我一樣喜歡韓妝的魂 你去日本也還是可以買到東西的 就也沒有一定要真的買他們日本本土的牌子 就我覺得這些限定色是不是買了也很開心 就我發現這兩盤都是那種亮片色比較多的 就好像符合日本女生口味的眼影盤嗎? 我也不知道 再來這個呢是我今天用在眼睛上的眼影盤 這個是Fujiko的四色眼影盤 那其實我也很想要買Fujiko的那種光澤唇用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 這個眼影盤是我在也是在松門青買到的 那我會買這個眼影盤呢就是因為它超級特別 裡面打開來它居然四個顏色都是霧面色 我在日本沒有看到任何個眼影盤 裡面的霧面色有佔超過一半的 所以看到這個我覺得顏色也非常的可愛 像這個薑黃色 我覺得完全就是那種日系感的顏色嗎? 那我今天有把這四個顏色都用在眼睛上 上眼皮呢我用的是這兩個顏色 然後下眼影呢眼尾我用的是這個顏色 然後眼頭前面我用的是這個顏色 我覺得顏色也還蠻可愛的吧 而且這個眼影啊它的顯色度超級好 其實我今天沒有打算要把我的眼影畫得這麼重 可是呢它一上上去發色度就是如此的好 我的眼影就變成這樣了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很特別的薑黃色 有沒有?它的顯色度超級好的耶 完全不是我期待日系眼影會有的顯色度 這眼影盤我覺得很可愛很值得收 然後我還買了一盤K-MAKE的眼影 這個好像是他們比較新出的系列 然後我覺得這個配色啊非常非常的可愛 就是很日系 然後這種粉粽粉粽的成熟我應該也是用的到吧 然後它的每一個眼影都有壓花喔 超級漂亮的 雖然這個包裝就是很K-MAKE的那種塑膠感 可是我覺得顏色還蠻可愛的 然後這裡面好像霧面色也是沒幾個吧 看起來好像是只有兩個霧面色而已 我先把開架的眼影都先介紹完好了 這個也是我在SUGI藥妝買的 這是KISS的眼影 我會買這個就是因為 我之前去給太妍的彩妝師化妝的時候 他就有幫我在眼睛上用這個單色眼影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回來 好它其實不是單色的 它裡面是有這樣子兩個顏色的雙拼 我覺得它用在眼睛上的顏色還蠻CUTE 我記得啦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一樣的色號 感覺就是那種有點透膚透膚的珊瑚橘嘛 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這個是我有PO在我現實中態跟大家說 這是我最驚為天然的發現 這個一樣是我在SUGI藥妝買的 我那時候在藥妝店裡面摸到這兩個亮粉 我直接去試 我差點全部的顏色都要包 因為這個亮粉我覺得媲美 我那時候去給WiiWii彩妝師化妝的時候 他把我用在眼睛上的那種美甲亮粉 那因為那個美甲亮粉我覺得很難買到嘛 就是一直想要找替代品 直到我遇見了 這個 OMG 看得到它這個暴閃嗎 這個閃真的超級超級誇張的 因為其實我沒有聽過這個 OMG 這個牌子 然後那時候我摸到的時候 就有一種挖到寶藏的感覺 所以我買了不只一個顏色 剛剛這個是那種透明的銀白色 然後我還買了另外這個 我覺得這個顏色也很特別 它是有一點摩卡棕的顏色 這個我也是眼在手上給你們看 還是像這樣子 就是底色比較重 可是呢還是有大量的爆閃 就我覺得這個如果畫那種煙燻妝 然後上面疊一點這個應該會很好看 我想要現在就立刻用一點在眼睛上 因為我太太太太期待了 哇 好閃好漂亮 我覺得這個是那種演唱會舞台等級的閃耶 天啊也太美了吧 接下來呢我包了這個ROMAND跟Lawson聯名的系列 它總共出了三個眼影盤 三個我都買回家了 這個是PK01 然後這個是BR01 感覺是很通勤萬用的顏色 然後這個是BR02 感覺是日本女生會很喜歡的那種暖暖的秋冬風夜色 三個顏色 蠻可愛的吧 接下來呢是重頭戲的兩盤眼影盤 這也是我這一趟唯二買的專櫃眼影盤 首先第一個呢是這個品牌 我不知道是念Sneedle還是Sneedle 我記得它最一開始是做服裝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近幾年 它的彩妝超級流行 我在網路上面找很多日本彩妝的功課 很多人都會講到這個品牌 那一開始我以為這個品牌是開箱就買得到 結果查資料才發現 原來它是要去百貨專櫃才買得到 它是一個專櫃彩妝品牌 然後這盤眼影盤也蠻不便宜的 一個要1000多塊左右 那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買的這個色號是07號 其實它最有名的不是這個07號 是它有一格藍色的顏色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種有一個大格的 像是打亮的那個色號 那兩個色號比較有名一點 可是因為我在現場摸了一圈 我覺得這個顏色我應該會比較常用到 所以我就買了它 其實這一盤呢讓我想起我買的這個Fujiko這一盤 可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呢 就會發現Sneedle的這一盤啊 飽和度整個都在拉得更低一點 會更有氛圍感 然後感覺顏色也在高級一點 那我會買這一盤就是因為它裡面有三個霧面色 然後還有對應了三個珠光色 我覺得這三個霧面色色感都很特別 不是那種韓系眼影會出的顏色 然後這顆綠色我覺得也很特別 它是這種青苔的那種綠色嘛 像這樣就是還蠻特別的吧 然後我想順便抱怨一下 買這個專櫃的眼影真的超麻煩的 因為我們要退稅嘛 然後退稅它又沒有辦法直接在櫃檯上面辦理 它就要我們走到那種很遠 就很像台灣早期百貨公司 你要結帳都要走去那整層樓的最小路那邊 給一個那種很小的窗口的什麼出帳的小姐嗎 讓她寫單子然後什麼包裝什麼整個弄超級久 然後還要寫退稅單 就等了非常久 那接下來這個呢 是我在機場買的 這個是Lunasoul的眼影 這也是我到網上看到 然後我覺得這個配色好特別 我就去找 哇 這顏色真的每次打開都每次驚豔 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這幾個配色 配起來就是很有那種小煙燻 可是又是屬於日系的那種透明感煙燻的感覺 尤其是這個綠色亮片 太美了 哇 哇哇哇 好漂亮啊 而且其實上眼不會有那種很重的綠感 這顏色超級特別的 然後這一盤我在機場買的話也是一千多塊 就沒有到特別貴 喜歡太美了 那我還買了兩支Roman新出的亮片眼影筆 之前去韓國的時候就有看到產品開發部的經理有試給我看 然後我覺得哇 這個亮片眼影筆等到上市我一定要去買 我不確定現在這個光線你們看不看得到 就它的亮片是那種水水的 不是那種底色很重的 所以上起來的那種透感很強很漂亮 我用個02好了 你看看得到嗎 一點點 它出來的妝效是很自然的 然後不會有那種一坨一坨亮片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種亮片眼影筆啊 最忌諱的就是會有那種一坨一坨的感覺 但它這個完全是水性的 所以上出來的妝效就很精緻 眼影呢差點忘記跟大家分享 還有這個我很關注的日本品牌 叫做HUMI 它這個單色眼影超級有名的 我買了總共有四個 我剛剛把它們全部拆開來才發現原來我買了三個眼影跟一個腮紅 好沒關係我們先看這三個眼影 這三個眼影好像在想說上面的討論度還蠻高的 然後好像最多人討論的應該是這個 Kiara Beige還是這個Melinda Beige吧 就是這兩個Beige其中之一 然後它們都是亮片眼影 那我覺得這個Emily Brown 它長得很像是我喜歡的NARS眼影 但是呢是更暴閃的版本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就買回來了 這個殼啊真的是塑膠感很重 可是我覺得這個內容物看起來還蠻優秀的 那我想要試一個在眼睛上 我來試這個比較冷棕色好了 這個感覺還蠻特別的 每個都還有附這個小刷子 喔 這個閃度也是很夠耶 嗯好漂亮 那既然我都拆到這個忽密的腮紅 我就順便一起來介紹好了 這個 我不確定它是只有一個顏色還是怎麼樣 但我買的這個顏色叫做 Cicamore Brown 它的顏色好特別 就是這種很淡淡 幾乎沒有什麼色感的超級低飽和色 這個我也好好奇喔 稍微用一點 好像顏色就是淡淡的那種 好微妙的顏色喔 我還蠻喜歡的 我喜歡這種比較特別一點的感覺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皮膚很白的女生 我覺得這個腮紅上起來蠻有氣質 蠻特別的 那我還買了一個 Excel的腮紅 也是我今天主要用在臉上的這個顏色 這個是他們新出的色號是SB04 然後它的顏色也是這樣子 很裸 很好看很奶茶的那種顏色 另外呢還買了一個 這個是塞上的腮紅 好像也是他們的新品吧 反正我看到 我覺得顏色可愛我也就買了 它裡面的顏色是長這樣 是不是感覺跟剛剛這個Excel有一點類似啊 好像塞上的稍微紅一點 然後Excel的稍微中一點 然後感覺塞上的這個珠光會再更強一點 再來呢買了一個Excel的腮紅 因為它是一個漸層 然後我想說 嗯還蠻酷的 就買買看 這個腮紅還另外附了一個這個大刷子 就是那種很紅茶肉桂 欸它這邊有個夾層喔 喔好所以是可以把刷子放在這邊 好總之呢就是一個那種漸層肉桂 紅茶色 我覺得也還蠻可愛的 很適合秋冬的感覺 最後一個腮紅呢 是也是那個Sneedle那個牌子的 我買的這個顏色是03號 我發現它們是不是開架就是這種塑膠殼 然後專櫃的話呢就是這種金屬殼 買了這個01號是那種嫩嫩的顏色 很淡很淡的那種嫩嫩 baby pink的顏色 那個粉感還蠻明顯的 很芭蕾舞感覺的顏色耶 嗯好可愛喔 然後這個好像也是霧面的 最後一個腮紅 我在機場買了 紀凡希的四色散粉腮紅 這其實我看好久了 然後這次去機場 就剛好看到就買了一個 它超級可愛的 你在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四個顏色混在一起用 然後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 鎖住其他幾個 然後只取其中一個顏色吧 總之呢我覺得這個顏色 非常的可愛很嫩 看到嗎 它裡面就是像這樣子 有四個顏色的粉末 它的顏色是這樣子粉粉嫩嫩的 是我手曬太黑了嗎 總之呢它的顏色就是像我手心 這樣子那種很血色感的顏色 接下來呢 唇彩我買了好多好多 我就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一樣是這個AND 就是Romaine跟Lawson聯名的系列 然後它有出了這個光澤的唇釉 總共有五個顏色吧 我就把五個顏色都買回來了 這個叫做Glassy Balm Tint 然後我記得我在日本的時候有拆一個來用 它用起來呢 就是那種正常的韓系光澤唇釉的質地 就是主要是看大家有沒有喜歡的顏色 如果喜歡的顏色的話 我是覺得都還蠻可以買的 然後包裝也是這樣子 非常的小小 但是一個售價也不貴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有喜歡的顏色的話 是可以搜一支來玩玩看 然後除此之外呢 他們也有出這個超級迷你的唇膏 這個唇膏呢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 就是我個人可能不是為了拍片不會買 因為這個唇膏 我覺得它的包裝質感是真的有一點太差了 就是很像贈品的那種包裝 很塑膠感 像這樣子 它是那種比較透透的水潤唇膏 這個質地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不記得Roman有出像這樣子的唇膏 他們就只有出那種很像唇蜜的唇膏吧 但是這種稍微透一點水一點的質地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看在它的質地份上 可能我還是會還是會買好不好 再來呢 是我買了超級多的 這個是KISS的唇膏 然後我總共買了六個顏色吧 這全部都是在松本清買的 那我現在嘴巴上擦的是二號色 疊了一點點四號色 這個唇膏啊 我超級喜歡 主要是我覺得它的調色都很漂亮 很韓系的感覺 但是呢 好像又會比現在韓系流行的 稍微再更低飽和一點 總之呢 我現在拆了好像一號二號跟四號 突然用我都很喜歡 然後它的質地也是那種透透水水的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是那種 amuse的唇度的感覺 就是很透很水 雖然上唇的那個光澤感啊 沒有到非常的強烈 可是我覺得這種清透淡淡的感覺也很漂亮 所以我回台灣之後呢 也一直有在用的就是這個KISS的唇膏 再來這個呢 我也超級喜歡 這個也是我覺得我發現的一個寶藏 這個品牌呢 叫做BORICA 就是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牌子 尤其是這個裸色 我那時候一試 我就決定要把它帶回家 這個裸超級高級漂亮 我看COCO擦那個紫眉色超級漂亮 後來我就一直想要去補買那個顏色 結果我發現好像這個就只有在SUGI藥妝有賣 所以就很遺憾 沒有買到 我可能再去找代購吧 這個唇蜜的顏色 完全就是我心裡面想的那種 氧氣乾淨裸感妝容會用的那種顏色 是不是超級超級裸 可是呢 又有一點點蜜桃 帶有一點卡表 就是很漂亮很高級 我覺得大家如果去日本有看到這個純蜜的話 一定要去買一支 這個101號色 非常漂亮 那我還有關注日本的另外一個開架的彩妝品牌 是這個BIDOL 這個我是在松本青買的 第一個就是一個筆 但是說真的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筆 我認為它是純線筆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像是純線筆的顏色 但是我也說真的不是那麼確定 我買的這個色號是02號 這個顏色我覺得很像是Rose會塗的那種裸蜜桃橘 然後呢它可能就是會先用一個這種純線筆打底 那我今天也有用在我的唇圓 我覺得這個純線筆以顏色來說 非常能達到我想要的那種蜜桃橘 但是又不會太飽和的那種打底的效果 可是呢它的質地就蠻偏乾的 你一上上去可能就要立刻把它淹染開來 然後帶妝久了 它的持久度是很好沒有錯 可是呢你的唇圓看起來也會稍微有一點點乾乾的 我自己是不會到太介意啦 就是大家看一下我這個唇圓現在的狀態 就是用這個BIDOL的筆02號去達到的 那另外呢還買了三個他們的唇膏 我覺得日本人可能真的不用霧面的唇彩吧 他們所有的唇膏都是光澤型的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也是很日系很好看 所以就買了一個回去 也是那種固體唇蜜的感覺 就你看它沉磨的樣子跟剛剛的這個唇蜜感覺非常的類似 可是又跟Romane的那種透透的水感不太一樣 但這個包裝也是單調到一個不行耶 就是那種最普通的150塊護唇膏的包裝 唇彩快結束了 其實我真的不太確定這是什麼品牌 我現在看好像叫做Bless Moon吧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Fluffy Lip Tint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然後拆一拆會發現 好像日本的唇彩包裝都非常的類似 它的質地是像這樣 也是那種水光唇釉 但是它的光澤會比較沒那麼強一點 我也不知道那時候在想什麼 反正就是覺得可愛好看 我就買回去 那最後這個呢也是我在唐吉科的買的 這一系列的顏色啊 都超級低飽和的 很特別 給你們看它的顏色就是這樣子 超級低飽和有沒有 超美的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它沉膜之後的那個水光感也很強烈很好看 剛剛這個是SR01然後這個是SR03 有沒有很漂亮是那種葡萄酒 葡萄果汁的顏色 現在就想要上一點在我的嘴唇上 好那最後這個呢應該是我這次最好奇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唯一一個我沒有試用我就買的 這個是它的牌子叫做這個吧 Lip Guardian 然後它的外包裝就長這樣 其實說真的我也不太確定它是什麼產品 你不覺得這個包裝看起來非常的誘人嗎 就是感覺很水亮光澤的感覺 然後背後也有一個這個示意圖 喔 它裡面是一個像這樣子的唇釉 打開看一下 我買的這個色號是01號 這個好像也是什麼限定色 好像就是很普通的一個顏色 我來用用看這個好了 嗯 顏色好像不差 等一下看它沉膜之後的妝效 會不會再好看一點 現在看好像是 還可以啦 但就是好像還蠻普通的一個東西 隨便來買的 好了終於把藥妝都分享完了 接下來呢就來分享我買的其他的衣服啊 雜物之類 其實東西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也速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呢是我在DISO買的一個小短夾 這個是我們要去耐涼的那天 然後在京都車站看到他們有那個地下街 它店裡面既有打折的商品 再加上匯率 就整個算下來東西都蠻划算 然後又有很多我吸引的款式 所以就買了一點東西 這個短夾啊我一眼就向重了 首先第一個是它的尺寸非常的小巧 它裡面打開來既可以放鑰匙 還可以放卡 這邊呢還可以裝鈴錢 而且鈴錢裡面打開來 它還有一個你可以掛鑰匙啊 或是像我是掛了一個瓷扣 還沒完喔 背面翻過來 還有一個插悠遊卡的卡夾 我想說天哪這是什麼 麻雀碎小五臟俱全的一個小短夾 就很符合我心目中小短夾的配置規格 所以那時候看到我就買回家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皮是這種有一點紋路的 看起來會更有個性一點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他們的金屬LOGO標 這個我記得折台幣大概才4000塊 就是還蠻可以接受的價格 現在我只要可能帶小包啊 或是說沒有要去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就拿一個這個 就這樣出門了 非常的方便 再來呢我還在DESOL買了一頂這個帽子 因為DESOL他們家很有名的不就是這個牛仔嗎 然後我覺得這個牛仔水洗的顏色很漂亮 然後上面的LOGO也比較低調一點 我覺得這個藍色黑色還蠻好看的 所以就買了一頂 再來這個呢是我本趟旅行買的最貴的東西 這是一個Mason Margiela的短夾 因為我之前都是用他們的這個雙折的短夾 我用的很喜歡 但是呢這已經用的有點久了 所以我想說就換一個 那這個好像是在每一天的板紙白貨買到的 我記得折台幣大概是1萬多 就是價錢也還OK 然後我買的呢是我私心非常喜歡的 這個叫什麼乳白色 那其實我原本還很抗拒買這種淺色的皮夾 可是呢它這一款是 你們看它已經有一點點這種髒髒作舊的處理 這是新的喔 就是它新的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好吧那它應該就蠻不怕髒的吧 反正髒了也看不太出來 然後他們家的這個雙折短夾真的很好用 這樣一打開來就可以拿到零錢 可以拿到卡可以拿到鈔票什麼的 然後這個鈔票放進去也是不會折到 我非常喜歡就我已經用了這個好久了嘛 我就再多買了一個這個白色的 再來呢是我去唐吉克的幫我媽買的一些小東西 首先是因為她很喜歡青蛙 所以我就幫她買了一對這個 三立憂的大眼蛙 然後呢還幫她買了一個這個髮帶 這個髮帶的手感也是 積好非常的舒服 然後背面還有這個小腳丫超級可愛的 這個我有帶過了 就我覺得它的大小啊很剛好 然後鬆頂度也很剛好 背面的這個兩個腳也不會影響到你洗臉的時候 就很可愛我後悔沒有多買幾個 它裡面還有拼這個格紋耶 超級可愛 這還有好多其他的那個角色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也可以去買 這個很可愛推薦 然後呢我還買了兩把傘 因為我覺得去日本真的就是要買他們這種 可以展現工藝科技的商品 其中一個就是傘 這兩個傘我記得都蠻便宜的 應該是 應該一把都不會超過一千塊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一些牌子好了 這樣如果你們有逛到的話 也可以去買類似的 這個傘非常輕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你們表達 它這個有多輕 我這樣手上拿起來感覺不到一百克 然後它的顏色也非常可愛 就它的骨架什麼 真的都很輕巧 所以戴出去放在那種小包包裡面都很方便 那另外這個呢 我是因為看上它的尺寸很小 大概就比巴掌再大一點點而已 因為我媽也很喜歡戴這種非常小的傘 她就會很常跟我念說什麼 她之前在把握公司買的那種日本小傘啊 都不見啊 壞掉啊 什麼就一聽她碎碎唸 就想說好 這是去日本 我就幫你找 這種超級小的傘 然後買回來 她也是蠻開心的 再來呢 是我買的一些衣服 首先第一個呢 是我在 也是梅田那邊的HEP5 就逛了我以前 國中高中的時候 最喜歡的牌子 叫做JOTY 它就是走那種 有點青春搖滾格紋風 然後呢 我就買了一個我覺得比較實穿的這種長袖的T恤 然後背面是有 像這樣的疊針 蠻厚挺的 就是穿起來應該是會比較有精神的那種 然後呢 我還買了另外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超級可愛的耶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折起來 然後我有用過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舊一點 它呢 其實正面有印一個JOTY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在這邊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鏈條是這種銀色金屬的珠珠 然後它的固定方式 其實我覺得是還蠻耐重的 我在日本的時候也有裝比較多東西 然後背一整天 我覺得也都還OK 那除了這個顏色之外 好像還有黑色 跟一些那種提花布的材質 都很好看 這個我記得也不太貴吧 好像合台幣一千塊 就是一個還蠻好入手的購物袋 但是又比一般的 帆布購物袋再更有個性一點 然後呢 我們經過GU 我看到這件背心 覺得還不錯 所以也買了一件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指紋是像這樣 有點像是Brandy Melville會出的那種背心 就我很喜歡這種 稍微有點質樸感覺的 指紋 再加上它是有 襯墊 就它是一個bra top 感覺穿起來很方便 可是呢 我實際穿了之後 我覺得 這個尺寸大家可能要 買大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穿起來 稍微有一點點 在我身上偏小了一點 這個我是拿M號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能要拿 比自己平常的尺寸再大一號 最後的最後呢 是我在環球影城買的唯一戰利品 我是不是非常的客製 我覺得像我這麼客製的人 應該沒有幾個吧 我在環球影城 除了買那個髮褲之外 我就只有買了一個 毛巾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啊 都會買好幾條這種毛巾 這我是平常起頭 會拿來擦頭髮用的 因為它的尺寸就很適合 它是小小兵裡面的一個 小女孩的玩具吧 就是一個超級小的角色 可是因為呢 它很有這種家居風格 所以好像就把它拉出來變成一個線 其中我覺得這個毛巾啊 非常的精緻 它下面還有這個花邊 這個我拆開來之後 我就後悔沒有多買幾條 因為整個園區 各個角色 它都有賣這個毛巾嘛 我想說可惡 我怎麼沒有多買幾條 因為這個手感啊 顏色啊什麼 我覺得都太精緻 太可愛了 啊好想再多買幾條喔 這個真的超級可愛的 好喜歡 差點忘記跟大家說 最後一個戰利品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戒指 這個是我在Ungrade買的 然後這個好像是他們的 打折的商品嗎 不知道 反正我就覺得 日本女生好像很喜歡 帶這種稍微有一點 份量感的飾品 這個合財幣好像是 大概700塊左右 但是我覺得它的整個 重量啊 都還蠻紮實的 然後戴起來的效果 我也很喜歡 就是很簡約 很大氣這種 所以就買了一個 以上呢 就是我所有在日本買的 戰利品分享 如果你最近也有去日本的打算 但是不知道要買什麼的話呢 我覺得我這次買的東西 我都還蠻喜歡 也都還蠻推薦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有喜歡的 就可以截圖下來 然後呢 去日本 尋找購物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幫你喜歡 可以在這邊的頻道 如果任何問題 都歡迎你們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